哈囉 大家好 我是SSQRush 那我今天要來開箱 開什麼呢 我要開一台4K的電視螢幕 它叫BenQ50ZR700 為什麼我會想要訂這台電視呢 因為我想要玩魔物獵人 那因為魔物獵人是4K的 所以我也想要買一台4K的電視來享受這款遊戲 我做了一些研究 這台電視的功能有低藍光 然後還有低輸入延遲 就是它有一個遊戲模式 你只要啟用它的話 你就可以讓它的輸入降低它的輸入延遲 那還有例如說智慧聯網啊 還有多頻互動 多頻互動就是 如果你想要把你的手機上的畫面打在螢幕上的話 那你就可以使用這個功能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來開箱吧 但是因為我的手只會打電動的關係 所以我要呼叫我的開箱小秘書 然後我 等什麼啊 好可以開了 好的 那我現在呢 就要玩魔物獵人了 現在這邊是魔物獵人進去的畫面 可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畫面非常的漂亮 那我現在來到了創角色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是4K的皺紋 還有4K的黑眼圈 非常好 那我現在要去找王了 OK OK 乾杯 重點 是我這樣是不是太近完啦 我買一個50 hole的螢幕 結果我這樣那麼近完 我已經看不到全部螢幕了 哈哈哈 我現在是不是無差變的亂看 就打螢幕無差你們亂看 很開心的 走開~~ 現在我要介紹低藍光這個功能 那如果你需要長時間使用電視 或者是像玩魔物獵人玩很久的話 那我可以介紹你這個功能就是 它有四個效果 一個是弱 一般 強 跟效果最強 那基本上呢 你切效果弱 大概是這樣子 那切到效果最強 最高你可以降低70%的藍光 效果最強 有沒有 很明顯的差別 效果弱 效果強 切效果強啊 或是最強啊 就可以保護你的眼睛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它的智慧聯網功能 那基本上呢 遙控器上面 就有Netflix 跟YouTube的這個按鈕 可以直接按了 我現在要選一個 有4K的電影來看 那這個是有支援4K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衣服跟 這個人的臉部特寫 總之這個就是4K的畫質 那這個是 這不是4K的 這個是1080P的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就 呃 方塊感比較重 畫質比較糊 像這個人部的特寫 大家有看到嗎 看到那個差別嗎 沒有關係 我們放近一點給你看 將 那大家可以看到右邊的是4K的畫質 那左邊呢是1080P的畫質 可以很明顯的分辨出來說 左邊的人臉跟右邊的人臉 有很大的差別 好 那現在畫質的部分比較完之後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 聲音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聲音的部分 喇叭的部分 那我會教由 耳朵比較靈敏的 兔妖來介紹 那我要先去旁邊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兔妖 接下來要介紹聲音的部分 那它的高音 中音跟低音 其實都在平均水平以上 好 現在要來放音樂 這是標準模式的 大家很容易聽見 那高音 中音 低音 都是中間值 我開劇場 它Sonic跟Sround兩個功能都開啟了 所以它有低音的功能 也有環繞的功能 然後我開音樂 它的低音功能開啟了 但是它環繞功能關掉了 大家可以很清楚地聽到音樂的聲音 但其他的聲音 就沒有那麼多了 我開眼中 只有聲音比較明顯而已 就是它音樂就變得比較低 我開深夜的 整體而言 你全部的聲音都被蓋掉了 大家想在晚上深夜的時候 你就不會想聽到那麼多的雜音 它就自動幫你遮蔽了很多的雜音 現在我要來介紹它 低輸入延遲的這個功能 它遊戲裡面有分很多個影像模式 我現在這個是標準的模式 那我要把它切到 遊戲模式 那就可以降低它的 畫面的延遲 可以降低大概 40毫秒 左右 請我的小秘書幫我切一下遊戲模式 那現在呢 切了又是 遊戲模式 那它可以讓你的聲音 跟畫面更加的同步 然後你會降低一些雜質 這就是遊戲模式 所以如果你 如果你比較喜歡玩射擊遊戲 或者是那種 會有霧氣 會高速移動的像這個 馬利歐賽車 那你就可以切這個模式 不要再撞我了 影像模式就介紹到這邊了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要介紹 多頻互動的這個功能 它就是可以讓你的手機 上面有畫面打在電視上面 你選擇AnyViewCask這個功能 點進去它就會連接了 成功 那接 好 接下來就可以看到 它手機上面的畫面了 那我們就是選一個實況主的 來看一下 好的 那這個實況主現在正在玩洛克人 所以就是 你現在手機上的畫面 就可以直接打在這個電視上面 這功能蠻方便的 像你就可以看漫畫啊 或是打電動啊 或是看片片啊 或者是看我的直播啊 之類的 你都可以這樣子打上去 從小畫面變成大畫面 讚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 貝Q50吋4K螢幕的介紹 那 要提醒大家 魔物獵人快要可以玩了 可以一起進村囉 總體而言呢 我覺得這款電視CP值還蠻高的 不管是畫質上 或是 遊戲上的表現都還不錯 可以自己選擇 自己去 一些 有店面的 實際的去運用 或是去聽 才會知道說 那個適不適合你 好那今天就先這樣子囉 下次記得再點我進來收看 掰